日本日刊體育報道 東京奧運五方會談今日達成協議 決定不接受海外觀眾入場棺材 主要原因是基於全球疫情尚未平息 和出現變種新冠病毒等情況 目前東奧及殘奧的一般觀眾 暫定只限於居住在日本境內的人 東京道志士小池不合指指 日本首都圈一到三元的緊急事態宣言 11日將會解除 進入避免疫情回溫反彈的過渡時期 動靜道政府將持續推動防疫對策 體育報知就報導 原本預算估計 東奧可以吸引海外約100萬名的旅客入境 現在確定不開放給海外旅客 將會重創日本觀光和餐飲業界 而對於進場觀眾設下限 也將會成為奧運史上首例 而下個階段就是要設定 日本境內觀眾入場上限 預料4月上旬將會做出決定 原則上將會准用日本境內 職業賽事規定的觀眾入場限制